大家好 我是凌 大家好 我是凌凌 不知道大家在幾年前 有沒有記得有一個新聞 在說墾丁大街上的某一個滷味呢 價格非凡 民眾有墾丁臉書分享這張照片 吃滷味新螃蟹 因為這一盤要價920 我們平常大概可以吃完的量 然後點一下看看 然後我們再回去去估價 那最符合的人呢 就付錢 美食越大頭人還怪 猜的落差越大 他就要付那個錢 就他1000元 然後你猜4000元 當然你猜4000元的你 要付那個 好 因為為了要公平嘛 所以我們會派一個人去買 那那個人就沒辦法猜 全民快講喔 好 講你囉 不要被老闆知道喔 你現在要幹嘛 我要先領個錢 我現在沒有太多 你先領個錢 我現在只剩1000塊啊 他現在正在點餐 然後... 你拍我幹嘛 你是不是拍到店名 哈哈哈哈 如果他真的價錢合理 然後東西好吃 我們就會說 他價錢OK 合理 我們就公布店名 對啊 對 如果真的 像這些新聞講一樣 那我們就... 就不講嘛 大家心智肚明 大家也知道 也是讓大家有一個參考的意義 他現在怎麼不見了 他不夠錢去洗碗 蠻重的耶 哇 哇 哇 好大分喔 好香喔 我修正一下我剛剛的想法 還不錯耶 把他拿出來 哇 哇 這樣子好好吃喔 分量看起來 蠻多的 但是不知道多少錢啦 所以多或少講不出來 大家要先吃一下 因為我覺得好吃或不好吃 也會影響到那個 價格的高低 嗯 我覺得豬皮有點多 豬皮感覺是高單價的東西 裡面有 蠻菌 所以蠻菌的 退費會比較麻煩對不對 你到底怎麼唸啊 蠻菌啊 有蠻菌 蠻菌 蠻菌 豬頭皮2 豬肉片 高麗菜 杏鮑菇2 豬血糕 蘿蔔2 豆皮 總共有十個食材 good job good job 我覺得他的辣醬很好吃 但我覺得乳味本身有一點味道不夠 其實要有一個中藥的味道 他有點像是醬油膏進去領的 那如果豪士成說要1到10分啊 我給6分 我會給6分 在我這裡 有辣就會有一點分數 7分 我會給7分 有辣再加0.5 我也會給7分 你們都有去領錢齁 哈哈哈哈 剛才差小 不對吧 可以快點嗎 這個數字有可能嗎 可以先開第一張 Fan猜370塊 唉唷 這麼兇喔 這麼低喔 370耶 Rin猜500 伊利猜515 喔唷 喔唷 活眾之間 最美猜570 你最低耶 YES 差蠻多的耶 各位觀眾 我覺得 現在是黃金5秒鐘 請大家寫下你的數字 我要寫很假 各位觀眾我們鑽15秒鐘 這段時間你可以寫下你的數字 並按下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好你先給觀眾看看完後 他就給觀眾看了 欸等一下我要講 聽我講這有遊戲 到底在賭 豬肉片的價格 嗯 是30元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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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便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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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肉片欸 我想問 豬皮一份多少錢 20 B啦 太天氣了吧 我也是要去 太天氣了吧 第二張的價格 290元 所以290元加上30元 320 我猜多少 370 我猜多少 TOOJACK 剛剛是不是有一個人猜快到600了 是誰 是誰 你把什麼鼓高了 肉類都鼓高啦 它高麗菜的價格一份是40 欸 菜比較貴欸 菜比較貴 我們剛剛在結帳的時候是 它的機器是完全對著你 然後還把你夾的每一份都直接按上去 它這次就沒有任何 像什麼實價想要 之前會發生那種感覺 好 所以我們必須幫它澄清 它的店名叫做 胡師傅的滷味店 然後那陣子的時候 新聞其實非常轟動 大家也都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賣到那麼高的價格 我記得那時候是一盤這樣子的滷味 買到一千多塊 嗯 也許之前真的有賣這樣的價格 但其實它現在真的有在改進 就以數量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充足的 然後價格還OK 可以接受 反而還有一點便宜欸 對啊 對比我小時候都便宜 比大家想這樣便宜 那好不好吃呢 我覺得看劍的劍知道 我如果再來肯定的話 我會再吃的 嗯 閱讀補書嘛 嗯 錢呢 等一下 會拿給他們 好 下週見 哈哈哈哈 唉 不算是我 本來就我自己的情報 哈哈哈哈哈 什麼 你是 我是 你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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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